天气虽然湿冷 但新鲜香囊会主办的 踏雪寻美开入日活动 精彩表演与好吃的美好料理 吸引现场将近2000人前来参加 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 我们整个场面大概有一两千人 所以今天盛况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感谢所有展望贵宾 以及来自全省的好朋友们 我们今天在这边主办的活动 我们主要除了我们的 家政办了美食料理以外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就两个DIY的活动 一个是爆梅花的DIY活动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做完的 手做泡菜 用梅子加我们的高山蔬菜 来做成我们的泡菜 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梅子芝芝酱 加上我们的高山高丽菜 一起来结合 展望来宾带领所有的民众 共同制作泡菜DIY 场面相当盛大热闹 处长也邀请乡亲可以踊跃 来到新鲜香赏花 参加冬季的各项观光活动 今天很开心代表许淑华县长 来参加我们一年一度 这个南投花会加年华的 踏雪巡美的开我仪式 那现在新鲜香的梅花 也开了将近三五成 在这波寒流之下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吸引很多游客 到我们南投新鲜香来赏梅花 那今天的话活动相当的精彩 尤其一年一度 都会制作我们的这个泡菜 的这个梅子泡菜的DIY 那也吸引很多游客来参与 叶昂清文才表示 新鲜香进入观光旺季 梅花也越来越盛开 欢迎大家来到新鲜香旅游 相信今年的梅花 战风的应该很漂亮 因为经过了这几天的寒流来袭 我相信梅花是越冷越开花 那我相信这一段时间 差不多有两个三个礼拜的时间 应该梅花在参放的时候 希望我们全国观众喜欢赏梅的 也可以利用这个时候 到我们新鲜香来赏梅 那在这里一些活动 还有后续的 我们有樱花剂 还有一些一些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跟我们办集活动 新鲜香已经进入赏梅的观光旺季 加上圣诞节系列活动 以及即将登场的樱花季 农会与公所欢迎全国的乡星 在冬天前来新鲜赏花游玩 记者邱秉逸 新鲜采访报导